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在打擊中國 攝取知識產權和科學技術方面 又傳出了節目 這一波當然又是跟大名鼎鼎的千人計劃有關 而今次被捕的 就是一名美籍華裔的醫學權威 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今日的公報 曾經擔任克里夫蘭醫院心血管遺傳中心主任的王瓊 因為涉及360萬美元的聯邦資助詐騙案而遭到逮捕 而且他還涉嫌隱瞞參與中國的千人計劃 刑事起訴書說 王瓊在中國政府資助的千人計劃當中擔任學者 是這個項目的其中一員 他從中國方面 獲得了300萬美元的研究資助 並且可以免費前往中國旅遊和住宿 但王瓊沒有向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申報 他參加了千人計劃 並且在大陸擔任 華中科技大學生命與科學技術學院的院長 刑事起訴書同時指出 王瓊也在隱瞞 自己獲得了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多項資助 而其中一些資助項目 竟然跟他後來在衛生研究院受資助的項目是相同的 哇 他真是和味 即是收完中國的資助 同時一些項目 又是收緊美國的資助 即是在吃兩家茶禮 當然如果這位王瓊是用自家資源來做研究的話 他就多吃10家茶禮都催不上 只要有人落答就可以了 只不過現在他是擔任美國的學者 他使用的是美國的公家資源 當然就會被人拘捕 FBI的反情報部門主任 Robert Wells 說 正如本案所顯示 中國政府支持的人才計劃 是繼續鼓勵各個國家的人才 進行欺詐等犯罪活動 以獲得美國納粹人資助的研究 其實這個千人計劃 說得白一點 根本上就是一個間諜情報網 只不過這個情報網 就不是由特工特務來擔任 而是由一些學者去擔任 所竊取的也不是軍事機密的情報 而是竊取一些有關知識產權 和科學技術的研究成果 中國在最近的十年八載 就覺得自己強大起來 富起來 沒有東西多 錢最多 所以除了在阿非拉國家 大搞大撒幣外交以外 在美國的學界 亦都搞大撒幣的招攬人才 即是所謂千人計劃 自從去年開始 FBI就對於 這班千人計劃的參與者 作出了大規模的徹查 我相信當局也掌握了 千人計劃的整個參與名單 不過 為何到現在還是逐個落鑊 而不是一鋪過的圍捕呢 當然 捉賊要拿裝 捉奸要在場 無證無據 捉什麼鬼 香港警察 所以 其實現在捉得的這一班 基本上都是證據確鑿 都是跑不掉的 所以那班曾經參與過 千人計劃的學者 肯定就會提心吊膽 惶惶不可終日 因為這班人 肯定都是會難逃發望 隨著特朗普對於中國的態度 越來越強硬 除了要在各個領域 對於中國進行打擊或者反制以外 在美國的本土當然也要抽出這一班 竊取 知識產權的學者 所以肯定就走不掉了 除了這位黃瓶之外 最近又有一位 阿肯息州的華裔教授 雄思忠被捕 實情他原籍是馬來西亞 不過他是華人 他在申請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即NASA的經費時 隱瞞了自己和中國政府 以及中國企業的關係 涉嫌以電匯詐欺罪被捕 FBI就說 阿肯息州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宣布 如果雄思忠被判罪程 將要面臨最高二十年的刑期 到底怎樣發現得到 這位雄思忠是千人計劃的參與者 的過程都挺過癮的 原來最具殺傷力的證據 就是他曾經向一位中國研究人員 發出了一封電子郵件 這封電郵剛巧被圖書館的一名員工意外發現得到 他在電郵中自己寫 你可以上中文網站查一下 到底美國會怎樣對待千人計劃的學者 這裡很少人知道我是其中一個 但是如果這個消息洩露了出去 我的工作就有嚴重的麻煩 這些根本就是鬼拍後尾枕 好捨不捨把這些東西都寫出來 那當然是證據確鑿 一證據確鑿當然就抓人 這個阿肯息州大學的發言人就說 校方已經將這位雄思忠停職 並且積極地跟FBI的人員合作 雄思忠自從88年開始就已經在阿肯息大學任教 停職之前 就是該校電機系的高密度電子中心主任 到底他收了多少錢 報道就沒有說 相信都價值不菲 剛才那位王瓊也收了中國300萬美元 除了上述的王瓊和雄思忠以外 在兩天前 就有另一位華裔學者 因為參與了千人計劃 而被定罪 這位就是來自喬治亞洲愛麥雷大學的 前教授李曉光 他在去年 已經因為隱瞞自己在中國大陸的收入 而被校方開除了 後來他就遭到控訴 他在11號的時候就認罪 司法部同日宣布 對他判處一年的換刑 並且勒令他償還 三萬五千美元 並且需要補交 2012年至2018年的所得稅款 根據法庭文件顯示 這位李曉光前教授 在2011年底 加入了中國的千人計劃 在2012年至2018年 持續為愛麥雷大學進行研究的工作 同時之間 他為中國科學院和慶南大學 進行大型動物研究 在這六年之間 李曉光沒有如實向聯邦政府申報 至少有五十萬美元的境外收入 大家聽完都可能會感覺到 這個判處那麼輕輕 沒什麼阻嚇性 原來參加中國的千人計劃只需要賠款 而且只是賠三萬五千美元 當然他也要繳納在這六年之間 他沒有如實公佈收入的稅款 但也是罰錢 判了換刑一年 換刑就不用坐 這一個真是 那麼大隻甲 隨街跳 但我相信這就是 跟他所研究的項目 是沒有那麼機密 或者是沒有那麼重要有關 若然那個研究計劃 是相當重要和機密的話 我相信 那些千人計劃的涉事人 又沒有那麼幸運 最近拉得最高層的學者 是什麼人呢 就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哈佛大學的化學和生化學系主任 他就叫做Dr.Charles Leiber 這位系主任就跟另外兩名中國公民同時被告 當局對於Dr.Charles Leiber的指控就是 向美國政府作出了嚴重不實 偽造和欺詐性的陳述 至於另外兩名中國公民又怎樣呢 其中一人就叫做葉彥清 他就已經叛徒回中國 他就被控以 簽證欺詐 作出不實陳述 充當外國政府代理人 和串謀罪 另外一人就叫做鄭造松 他就試圖把21平的研究樣本 偷偷地帶回中國 但去到波士頓國際機場的時候 被捕 之後就一直還押 他就被控以走私貨物 和作出不實的陳述 這件事當然 非常轟動 因為連系主任都被捕 而且是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學 當時 這個千人計劃整份合同都被人抽出來 原來這個系主任就跟武漢理工大學簽訂了一份合同 到底他向中方收受了什麼利益 原來這個合同規定了一些生活條款 包括中國每個月向這位Dr.Charles Lieber提供5萬美元的收入 每個月5萬 一年即是60萬美元 另外可以享受100萬元的人民幣生活補貼 這裏也說是14、15萬美元 分三年來支付 他真是發達 這份合同的有效期是2012年至2017年 頭美6年 一年即是60萬美元 6年即是360萬美元 這個真是 肥過肥仔水 肥到蜜都穿不下 難怪就算他從美國的 國立衛生院獲得了1500萬美元的撥款 他仍然可以貪 因為雞腿打人就牙膠軟 國立衛生院撥這1500萬美元的撥款 不是全部都放進袋子 要拿出來做研究 研究完之後就把成果賣給大陸 你真是發達 這樣就可以賭到300多萬美元 所以 美國對於這些人一定要雷厲風行打擊才行 其實一個國家要在科技上追落後 就是人都理解 但是中國既然都覺得自己已經強大起來富起來 不如憑藉著自身擁有的資源 去推動科學技術的發展好 不過 起碼這條就是一條正路 要靠這些旁門左道 什麼千人計劃 老實說你只是拿了別人的研究成果去用 完全是走一條歪路 科學的發展是沒有捷徑的 現在這個漏洞很快又會被美國堵塞 又是要憑藉自己的力量去發展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